巴黎奧運帶來大量的住宿需求 讓租金水漲穿高 不少房東準備迎接這筆前潮 選擇將自己的房子登陸在租房網站 一間單人床公寓的價格 從原先的九十歐元暴漲到三百三十歐元 折合臺幣約一萬一千四百元 漲幅高達三點六倍 房東更打算利用這筆收入 逃離人滿為患的巴黎 在扣除稅金 平台費與清潔費後 房東預計能得到百分之四十五的收入 而負責管理清潔的物業公司 在從中獲得兩成五的佣金 雖然這筆租房收入看似雙贏 但仍有許多法律需要注意 如果租房是房東的主要住房 需要先至巴黎市政府申報 且一次最長只能出租一百二十天 否則可能面臨高達五千歐元的罰款 折合臺幣約十七點三萬 得不償失 三立新聞 蔡萌廷報導 軸总監quin 鐵林 冷靈 你 這